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这段时间可谓是红遍了整个网络 在2014年周深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就积累了不少人气 而真正让他被大众熟知的还是大鱼 这首位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信上》的主题曲 伴随着电影瞬间火遍全网 而周深空灵的唱腔与身后的实力 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尤其是在B站的11周年庆上面的表演 更是让很多的年轻人知道了 这样一位实力与颜值兼备的歌手 前不久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又用自己独特的空灵唱腔 为大家带来了无限惊喜 如今的周深早就已经不再像 多年以前的那样默默无闻 经过了数年的磨练 他的人气与唱功都得到了十足的进步 而在近日 有人发现周深又要推出一首全新歌曲了 而这首歌跟他的气质与属性非常契合 还未正式曝光就已经让粉丝们期待不已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新歌呢 原来啊 这首歌是古剑奇谈OL 网游年度版本的主题曲 作为一款纯正的新国风的仙侠网游 古剑奇谈OL自上线以来就备受好评 都知道周深内空灵的唱腔给无数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前演唱歌曲的时候 大多数的歌曲都比较的婉转 而这一首古剑奇谈OL的主题曲却不一样 由于即将上线的年度版本讲述的是人要对抗的故事 所以在主题曲的打造方面也肯定会增加相应的配套元素 而且古剑奇谈OL大老板老梦也曾经有过透露 这首主题曲的风格会非常独特 由此可见 这对于周深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虽然这一首古剑奇谈OL年度版本主题曲MV只有短短的85秒 其中还包括了周深祝福古剑奇谈生日快乐的VCR 但是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却让很多的粉丝们惊喜不已 首先是旋律方面 从目前曝光的短短几句就可以听出来 这首歌的旋律估计会非常的激昂 一个是备受好评的国产网游 一个是人气爆棚的实力派歌手 因此这首主题曲仅仅只是公布了一个名字 就引得无数的玩家与粉丝激动不已了 短短几个小时的点赞转发就上了好几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荒原星火》 这也跟古剑奇谈OL即将推出的游戏内容有很大关系 玩家为了降妖前往新地图荒廊园 就像是那荒原上的星火一般 终究有一天会彻底燎原 而古剑奇谈OL那纯正的仙侠氛围 游戏当中随处可见的国风元素 也与周深的那种空灵出城 仙气飘渺的沁势不谋而合 从这一点来讲 由周深来演唱古剑奇谈OL年度版本主题曲 绝对是天河之作 其实在制作主题曲这方面 古剑奇谈OL一直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 去年公测版本的主题曲 邀请了人气歌手阿云嘎来演唱 一首不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一年过去了 又邀请到了周深来演唱全新主题曲 可以说不管是在歌手的人选 还是匹配度方面都是非常完美 如今周深这首新歌还未正式公布 但是不管是从游戏的品质 还是从两者的默契程度来看 都非常值得期待 当周深与仙侠游戏碰撞在一起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然而我们的深深真的是新歌翻唱两不误啊 生命们都表示幸福来的那么自然 在近期青春环游记当中 周深翻唱了年轮 一开口让不少人沉醉其中 让人觉得 哎呦原来男生版的年轮也可以这么好听 完美的声线 独特的唱法总是能够唱出个人的特色 甚至是让人一度忘记原唱 以为周深翻唱的歌曲啊便是原唱呢 据悉年轮的原唱歌手张碧晨 由汪苏龙作曲作词 电视剧花千古的插曲 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歌曲 当年汪苏龙为了使歌曲更加的贴切 电视剧的虐心剧情 看了多遍的花千古 体会了复杂的情感才进行创作的 张碧晨与周深都可谓是娱乐圈的实力派 他们的年轮有着不同的特色 各有各的优点 就像是有人喜欢男版的年轮 但是有人却喜欢女版的年轮一样 不必会去将两个人放在一起来比较 有人说周深在翻唱年轮当中 声音有一点点偏女声了 但是仔细听啊 你会发现 他的声音反而像是少年与少女音的柔和 让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单听音乐啊 就可以循环五百遍了 周深开口的瞬间 周深便能够吸引到观众 有人说听到周深完美翻唱年轮之后 都想要重温花千古这部剧了 周深是一个宝藏男孩 还非常喜欢在网络上和粉丝互动 开玩笑 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可爱 实力与颜值并存 他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长得很帅气 在翻唱歌曲的时候 给人带来一些无限的惊喜 也是圈粉无数的 不仅热爱唱歌 周深同样也是一名综艺大咖 曾经在向往的生活 奔跑吧 天天向上等热门综艺里边 都有他的身影 有周深的地方笑料满满 可谓是节目当中的一个逗逼了 浑身散发的魅力 广受观众喜欢 在听到周深翻唱年轮之后 不少的观众沉醉了 就连节目嘉宾也沉迷了 有人表示 唯一的遗憾就是时间太短了 根本就听不够 还要循环一遍 网友纷纷表示 深深每次的开口声音都特别感人 依旧开口贵 好好听哦 超沉醉的 不管什么地方 一开始唱歌 令人沉醉等等 不得不说 周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周深的风格一直都是多变的 曾经翻唱过许多歌曲 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广受观众的喜爱 一直都为音乐努力的周深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